所以我就很奇怪 以今季落景潔为例,水准不行 其余的赛事都不是很好 我们预计了一些片段 包括动物王国的神操片段 看看早上去到英国会否适应 正因为今年的参赛马水准不是很高 在当地令到它这么成为焦点 不过刚才朱仔不断问 有没有会好一点的 女来女去不出 你可以知道其实 如果说动物王国对宽畅的话 就很好看 但问题是没有了宽畅的话 其他的马真的是第二梯队 所以说魔幻女郎已经比较近 因为他在法国那边过来 也有磅位之利 很避免的 如果你不算落景潔那场 你就要数到什么大澳闻錦标 那些是三级赛 对 什么古迹錦标 这场就是乐景潔的錦标 本来这场还有绿三在后面 红战嘴后面那一只 因为前面红战嘴是主权债务 另外那只是外马轻 但本来那场宣战是在那场成为最受注目的马 不知道为什么是这个马轻盘 他之前那场不是这样的 因为这场所以那场有这么多人看 但是再看那场是否跟错步速 因为自己马轻盘要踏幅就放得很快 结果那场他又阻了望空 回来又散了 但也有个可能的 我也觉得因为这场 它的古迹錦标是表列赛的千六 会不会排到这场之后要满墙呢 那倒不知道 不过就看《动物王国》 在这个世界杯的片段 你看到它的步伐 不是那些爆上迷的 那种类型马来的 不论你在美国跑好 甚至去年那场融蟹 这本是理财也是草地的理财 都是纳蜡而已 所以输给Wise Dan 所以它这个步伐 我觉得是有些机会被人偷倒鸡 是害怕这种 魔幻美狼 但这只它因为是一个准字 而且它经常跟马女一起跑 但它始终也有个磅位之理 这场是比较早一点的 去年七月的法尔曼斯锦标 其实在之后 在女王伊丽莎白二世锦标 它也跑过第三 当然对着晋宽藤那些没很威胁 其实 不过这一晚投牌挺好的 是 这个是事实 投牌到现在都超过半年了 不如也投牌吧 不过如果你说要算 它是没试过对着顶级的好马 就能够赢得到 总是跑得近 当然你说动物王国是顶级好马 但这次是有顶级的顶级好马 其他的马又会怎样呢 除了你说动物王国 抹蚂蜜狼之外 其实也有几个叫后喜之秀 但老实说一句 实力是未摸得很通透 只是觉得它们是在进步中 但到底到顶级还未呢 又未知 其中我自己较为喜欢 就好像甘比奥 因为甘比奥其实 在前年我们也在高人地 那边见过 对 当时大败的 但是到去年 它似乎有些进步 去年因为排到胜之母事 对 去年排到胜之母事 皇宫赢比奥 其实当时也不太看得起 当然它也进不来 对 但是输给100千里是很少的 只是跑来年而已 对 那场也已经见到有进步 当时三岁 没想过 接着它就跑了 赛律师锦标 它又跑来三岁 虽然又输给范高尔九个马位 五够十个马位很厉害 没错 就是你输给当时的范高尔 其实都已经算很好 到今年 其实你看大败物锦标那场 虽然它输给隔壁之威 和潜修客 但是如果你说 讲稳健程度 它演出的水准 是比隔壁之威这些马 是稳定的 所以我觉得这只马 反而要后起之秀当中 是可以留意它的走势 而且它是八档 隔壁之威一档 可能差很远 除了你说这只之外 有没有我们熟口熟眠见过的马 有一个贸易风暴 这次是黏着动物王国起步 刚刚杜拜免税店杯 其实挺不幸的 这只马 留得很厚 塞了进去追回 但是看到它 最近几次的后劲都相当强 相对于雅士谷 它有个经验 之前也跑过第二 蔡明小琪在释迦杯的时候 所以这次他上回雅士谷上车 它又是后上马 反而有帮助对它发挥上 我们好像完全忽略了 刚才诺景杰那些二三 可能真的认为水准不高 没办法 因为你被宽畅摔掉了 所以你不要说第二第三 孙箭那些都没办法 不可以多看一次 不看这次怎样 不过这样 到这个时候 节目时间差不多了 当然要大家分享一下 喜欢什么马 阿豪先 好 正如刚才所说 其实就脱眼女郎 看看就休息了半年 因为这个马也休息了 跑会好 也有些薄位之利的马女 看看会不会可以捏到虎杖 除此之外 甘比奥是一只再进步中的年轻马 看看可以再进步多少 那阿佳呢 那阿佳呢 我最喜欢一队黏着外难起步 当然是最受终目的 同时黄国在那边 希望他们成为第一只杜拜世界杯 和狠塔基打给冠军的 阳威英国亚士谷 另外贸易风暴很进步 后上在亚士谷跑得非常好 其实上一次也有点失败 他在杜拜整天都会失败 希望这边直路就不会失败了 好 这时候我们来看看 星期二这个亚人直播赛事的直播时间 王籍錦标赛马日有六场赛事 会由星期二的夜晚九点开始 在有线63台和203台同步直播 好了 今天的节目时间差不多了 其实未来我们很快又再见面了 为什么呢 因为星期五我们会谈论传气錦标 和保重纪念 两地不同的一级赛 那我们到时候再会见面吧 再见